好你个猪虫吧 打天下的时候你怎么没这么说啊 马夫人一五一十地数落起来 当时自己不仅要管兵器制造 还得操心柴米油盐孤老遗哨 你什么事都拽上我 八博我天天给你干蒸呢 朱元璋辩解此意十比一十 马夫人干脆追忆当初生孩子 他在攻打定远自己孤苦无依 现在你当上了皇上 脑袋上扣个大金关子了 你倒给了我一个菜园子 有良心吗你 朱元璋理亏遂以劳累休息搪塞 马夫人当然不从病将他拉回 他要求掌管皇子教养皇席选配 以及内庭官吏赏罚录用等事务 而且定下规矩实行内外有别 但凡皇帝在场面上说过的 自己绝对遵行圣旨维护龙威 回到家中则如同普通夫妻 朱元璋说一不二致的部下服服帖帖 唯独面对马夫人理屈词穷 便黑黑一笑说他这是欺君 但也乖乖接受并夸赞很好 当然是有麻烦的 您相信我们才能够 因此就能够 那有麻烦在家中有同学啊 他是绝对因此 你还能够